老闆 老闆 文静 你迟到两分二十六秒 去试衣服吧 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试衣服 对啊 哦 老闆 文静 你迟到两分二十六秒 去试衣服吧 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试衣服 对啊 哦 对啊 好 好 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试衣服 对啊 哦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你戒不掉 我不是缘分刚好的特殊短照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都要了 送到我的公司 太煎熬 爸爸 想起你就只会傻笑 发不出恋爱讯号 我的幽默也刚好不阻止烂造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你戒不掉 你戒不掉 啊 程总 我试完了 我是无聊 其实我早已无可 全部都要了 送到我的公司 好的 老板 又送给谁的 谁是就送给谁 给 给我的 难道代理奖励你呢 老板 程总 程总 要不然 换成现金吧 我穿不了这么多衣服 程总 我的私人助理 不能穿得像中介大妈一样 好 你想到 才更新的 我能陪你慢慢电脑 哦 跟着我干嘛 我看病人啊 哦 一样 你想想注意点啊 好 你就在冲上等我吧 哦 我看病人啊 我看病人啊 你们俩还背着我见了 哦 爷 你稍等注意点啊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自在 寻寻寻 寻寻光明正大的来看我 怎么成了背着你见面了 寻寻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说 哎 程丽啊 寻寻是个好孩子 人品好 陈叔叔 利用完之后 还知道我回家 来了 我可是真心诚意了 不是利用 你看 我还给您熬了鸡汤 我家的鸡 我家的汤 哎 你们俩还背着我这样 哎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自在 寻寻光明正大的来看我 怎么成了背着你见面了 寻寻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说 哎 程丽啊 寻寻是个好孩子 人品好 利用完之后 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叔叔您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真心诚意来看你的 不是利用 你看 我还给您熬了鸡汤 我家的鸡 我家的汤呢 哎 你去公司吗 要找他一边吵去 我一个危重病人 闹心 刘萱萱 去开车吧 我下午还会 哦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也没有 我就是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他平时没有什么亲人来的 总是他一个人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你别介意啊 挺好的 他应该挺喜欢你 怎么一 怎么一股鸡毛味啊 他也挺喜欢你这样 很符合你 去公司吗 不 去工厂 哦 文叔叔 照顾你多久啊 一年 你们不是挺熟的吗 还问我 你是我助理 也没有 我就是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他平时没有什么亲人来的 总是他一个人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你别介意啊 挺好的 他应该挺喜欢你这种轻松闹腾的样子 文叔叔说 他也挺喜欢你这样的 很符合你的年纪 我就是为他开心 才配合你 哼 我觉得 他很像你的亲人 李徐徐 你话越来越多了 你是我助理不是我朋友 明白吗 哎呀 我都说了 好歹我是你姐姐班的嘛 我们给个面子嘛 嗯 老爸已经让林总监负责了 会已经开始了 放心吗 林总监 你就在车里等我吧 好